大熊猫的双胞胎 永远都是团结一心 一致对外的 被抱搁置窝的瑞宝 表情都快跟爱姐 被按着洗澡的时候一样了 这个画面已经看到好多次了 好像每次西洋员在抱瑞宝的时候 灰宝都会去拖住 饲养员的脚 灰宝是霸气护姐 有我光鸡大王在 修墙带着我的姐姐 我的小甜妹姐姐 当然是由我来守护了 江爷爷最后确实素手无策了 只能把爱宝放出来 让亲妈来收猫了 爱宝说话确实会管用一些 毕竟两个小家伙还要靠妈妈吃奶呢 而且爱宝出来之后 先带回家的也是灰宝 先解决这个调皮的 再来收那个更听话一点的 果然还是亲妈有微信啊 爱宝是一回家之后就走了 灰宝本来是在跟姐姐玩的 后面是瑞宝爬上去之后 灰宝自己就缩下来了 屁颠屁颠的跟着妈妈回家了 估计爱宝跟他们说了 谁先回家 谁就先吃奶奶 每次到了爱宝 可以独自出外场玩的时候 两个小家伙的警惕心就会提高 像个跟屁虫一样 一直跟着妈妈 不过呢 姜还是老的辣 爱宝也是有办法的 昨天爱宝出去之前 就挑逗两个小家伙打了一仗 在两个小宝被打架的时候 爱宝就偷偷溜走了 所以今天灰宝也是学聪明了 妈妈走到哪儿 她就跟到哪儿 今天就不信了 我看妈妈能不能从我眼皮底下溜走 没有看到后续 不知道爱宝后面是怎么 甩开两个小家伙自己出去的 超级会营业的福宝 就算是屁屁队的大家 尾巴也在整活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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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